我們知道在香港的二樂圈裏 其實還有其他天主教的藝人 好像羅蘭小姐 葉麗兒小姐 你們其實多不多聯繫 或者有沒有一些組織 其實我們早期在香港都有一些聚會 是我們所有的天主教藝人 在晚上一個聚會 一個祈禱會 但是後期可能大家工作上的時間不太配合 所以就停止了 但是很奇怪的 只要教會說有些什麼要我們幫忙 我們又會這麼巧大家可以 那個時間有空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就好像去年在洪館有一個福全年 我們是希望將教會的信息 亦都希望有些未加入天主教的朋友 可以來了解 我們就在洪館做一個福全營 一個很簡單的 又唱歌 但又有些教友去分享他們的家庭 或者他們的信仰 除了歌唱事業和福全工作之外 德蘭在1997年更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這個決定也令到她的人生有所轉變 因為在過去幾年前 我在香港的浸會學校收讀一個中醫的課程 在前年也在香港考了那個中醫的牌照 我應該是見你張醫師的 對 其實都很開心 也很感謝主意在我覺得自己最 讀得最辛苦的時候 都能夠一一自己去克服 那學識這個學問 又希望真的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其實我覺得當一個人學一些新的事物 其實怎麼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又很為這些困難而退縮 我們應該要堅持學好它 因為你學好了之後 又可以將你懂得的東西 是可以發揮得到 德蘭在1988年跟楊偉成先生結婚 婚後德蘭就淡出娛樂圈 並且協助丈夫打理保險業務工作 以為是一段恆久的婚姻關係 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德蘭和丈夫也因為有著信仰的關係 而令到這段感情更加穩固 我覺得信仰是幫得很大很大 因為在我們心目中都是覺得 其實愛應該是互相的一個付出 還有有時候一些付出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代價 所以我想我很慶幸我自己是天主教徒 而我先生他也很乖 你教導有方 我想這種最重要是發治他的內心 他又影響我 他又影響他 是大家互相的一個影響 但是我很開心 我不需要逼他去教堂 不需要他反而會說 今天沒有時間 明天吧 我們通常習慣看星期六晚上Mars的 現在星期日我們就可以整天安排其他事情 但是你知道香港很忙碌的 但是我覺得香港也很好 因為香港是不同的教堂 都有設置不同的時間 設置不同的人 只要你真的有這樣的心 你真的一定可以去到教堂 由演藝事業到教會複存工作 再成為一位中醫師 德蘭所走的每一步 都充分體現出天主對他的看顧 而德蘭亦憑著一份對天主的信念 將生命活得更精彩 將天主的道理彰顯出來 我們除了為德蘭送上祝福之外 更希望在未來 能夠在加拿大再次聽到 德蘭甜美溫軟的歌聲 和欣賞到他精彩的演出 我在這裡就是很希望 看這個生命恩全的所有朋友 如果你是教友的 你繼續和大家去分享 這個電視的節目 但是如果你不是教友的 我們很希望你很快成為教友 和我們一個大家庭